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作者 弥陀生 第九章 罗马第七章的意义与价值 我们现在要回到罗马书 当我们看到六章末了的时候 我们曾暂时终止 因为要先看两个有关的题目 一个是神永远的目的 那是我们与神同行的动机与目的 另一个是圣灵 祂供应我们达到那个目的 所需要的能力和智慧 现在我们要来看罗马七章 许多人觉得这一章差不多是多余的 如果基督徒真的看见 整个旧灶已经被基督的十字架剪除了 又借着祂的复活 引进了一个完全新的创造 那么这一章可能是多余的 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这一件事 又根据这一件事来计算 并且以这件事为基础 将我们自己奉献给神 也许我们就不需要罗马七章 有些人觉得七章放错了地方 他们以为该把它放在五章与六章之间 因为到了六章之后 一切是这么完善 这么平坦 怎么又有失败的哀声 我真是苦啊 能有这种虎头蛇尾的事吗 因此就有人说 这里所说的是保罗重生以前的经历 我们必须承认 他在这一章里面所描写的 有一些并不是基督徒的经历 然而在许多基督徒身上 却还是有这样的经历 那么这一章的教训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 罗马六章所对付的问题是向罪自由 而七章所对付的问题是向律法自由 保罗在六章里面告诉我们 怎样可以脱离罪 我们就下一个结论说 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现在七章又教训我们说 但是脱离罪还不够 我们还必须知道如何脱离律法 如果我们还没有全然脱离律法的辖制 我们就绝不能全然脱离罪 那么脱离罪和脱离律法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都知道前者的价值 为什么还需要后者呢 我们要明白脱离律法的需要 首先必须明白什么是律法 和律法的作用是什么 肉体与人的软弱 罗马七章教训我们一个新的功课 保罗说 我是属肉体的 又说 我是属乎肉体的 并且在我里头 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这已经超过罪的问题 因为这也与讨神喜悦的事有关 我们在这里所对付的 不是行行事事的罪 乃是属肉体的人 后者包括着前者 不过后者比前者更近了一步 因为他带我们发现 在肉体的范围里 我们也是一无能力 并且属肉体的人 不能得神的喜欢 怎么发现这件事的呢 这就需要律法的帮助 现在让我们先退回来 试着说说许多人的经历 有的基督徒虽然真得救了 但是却仍受到罪的禅累 这并不是说 他一直在罪的权势之下过生活 乃是说 因为某一些罪继续困扰着他 以致他一再地犯着那些罪 有一天 他听见了完全的福音 主耶稣的死 不只是为着洗尽我们的罪 并且当他死的时候 他还把我们这些罪人 包括在他的死里面 所以他的死不止对付了我们的罪 也对付了我们自己 他的眼睛明亮了 他知道他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随着这个启示就有两件事 第一 他算他已经与主同死同复活 第二 他认识了主在他身上的主权 他就像从死里复活的人 把自己献给神 他知道他不再属于自己 这是美丽的基督徒生活的开始 充满了对于主的赞美 然后他就开始这样思想 我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复活 我已经把自己永远献给他 他既替我做了这么多 我现在也必须替他做一点事 我要行他的旨意 使他喜欢 所以他奉献了之后 就寻找神的旨意 准备来顺服他 出乎他意料之外的 他有了新的发现 原来他以为能够遵行神的旨意 也爱神的旨意 但逐渐地 他发现自己常常不喜欢神的旨意 有时候 他甚至很明显地 不愿意照着神的旨意做 就是当他试着要去做的时候 也发觉他不能做 然后他就开始怀疑他的经历 他自问说 我真知道了吗? 是的 我真照着计算了吗? 是的 我的确将自己献给他了吗? 是的 我是否又将我的奉献收回来了? 没有 那么现在的光景是怎么一回事呢? 当这个人越是想要遵行神的旨意 他就越失败 最后他得到一个结论说 他从来没有真正爱过神的旨意 所以他就求神将遵行他旨意的愿望和能力赐给他 他承认他的不顺服 并且应成以后不再不顺服 但是他刚祷告完 还没有站起来 他已经又失败了 他还没有达到得胜 却已经感觉失败了 然后他又对自己说 也许我最后的决定不够确定 这一次我要做一个绝对确定的决定 所以他就用尽他意志的力量去做 但结果却失败得更厉害 最后他从心里响应保罗的话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 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有许多基督徒忽然进入了 罗马七章的经历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有这经历 他们以为 罗马六章的经历已经很够了 当他们明白了罗马六章 就以为此后再不会有失败的问题 然后使他们大为惊讶的 他们竟忽然发现 他们是在罗马七章的里面 这究竟怎么解释呢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 罗马六章里面所说的与基督同死 是绝对能应付我们一切的需要 只是对于那个死的解释 和那个死所带来的一切 六章还说的不完全 我们对于七章所说的真理 仍然不明白 罗马七章就是用来给我们解释 罗马六章十四节的话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难处就在我们 还不知道脱离律法 那么律法的意义是什么呢 恩典的意义是神为我们做 而律法的意义乃是我们为神做 神对于我们有些圣洁和公义的要求 那就是律法 如果律法是神要我们履行一些事 那么脱离律法就是 他不再向我们要求 他自己却供应了他所要求的 律法是说 神要我们为他做一些事 脱离律法是说 他不要我做 在恩典里 他自己做了 我 这里的我是七章十四节属肉体的人 不需要为神做什么 这就是脱离律法 罗马七章里面的难处 就是肉体的人 要想为神做一些事 每当你要这样设法 讨神的喜欢 你就把自己放在律法之下 于是你就开始了 罗马七章的经历 当我们要明白 脱离律法的意义的时候 我们必须先清楚 罗马七章的经历 其错不在律法 保罗说 律法是圣洁的 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 律法并没有错处 错乃是在我们身上 律法的要求是公义的 可是被律法所要求的那个人 却不是公义的 难处不在于律法的要求不公正 乃在于我不能应付那些要求 这就如政府要我缴纳一百磅的税 这可能是对的 但是如果我只有十个先令 却想用这去完税 我就完全错了 我是一个已经卖给罪的人 罪在我身上有主权 当你不要求我做什么的时候 我好像是一个相当好的人 但是当你一要求我做一些事 我的罪就显出来了 如果你有一个笨手笨脚的仆人 当他静坐着不动 什么也不做的时候 他的笨手笨脚还不会显出来 如果他一天到晚什么也不做 他对你固然毫无用处 起码不知惹出什么麻烦 但是如果你对他说 来吧 不要把时间闲掉了 起来做点事吧 那么麻烦立刻就开始了 他一起来就把椅子碰倒 再走几步 又被踏脚凳绊了一跤 刚拿起一些贵重的碗碟 就打碎了好几个 如果你不对他有什么要求 他的笨手笨脚还不会被注意到 但是给你这么一要求 他的笨手笨脚立刻就被人看见了 要求是对的 但是那个人有毛病 虽然他坐着不动的时候和做事的时候 同样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人 他无论动与不动 在他的本质里面一直就是笨手笨脚的 但是在你吩咐他做事的时候 他的笨相才显了出来 我们生来就是罪人 如果神不要我们做什么 似乎一切都很好 但是当他一向我们有所要求 我们就得着机会把我们的罪大大的表现一番 所以律法使我们的软弱显出 你若让我坐着不动 我似乎很好 但是当你要我做点什么的时候 我一定会把那件事情做坏了 如果你再托我做第二件事 我也一定会再弄坏了 当圣洁的律法应用在一个罪人身上的时候 他的罪便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神知道我是谁 他知道我从头到脚充满了罪 他知道我乃是软弱的化身 我什么都不能做 但是难处就在我不知道这一点 我承认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因此我也是罪人 但是我想我并不像许多人那样 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罪人 神必须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 让我们看见我们是极端的软弱 毫无指望 我们虽然也这样说 但我们还是不完全相信 以致神不得不做一点事 使我们相信我们的无可救药 如果没有律法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是多软弱 保罗的确被带到了那个地步 他在罗马七章七节里面 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 非因律法 我就不知何为罪 非律法说 不可起贪心 我就不知何为贪心 不管他对于律法 其余的部分经历如何 无论如何 那第十戒就是你不可惜求 这就把他的罪显了出来 他所有的失败与无能 就在此盯着他 我们越是试着要遵守律法 就越显出我们的软弱 我们也越是深深地陷入 罗马七章的经历中 直到他清楚地指出 我们的软弱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神老早就知道 但是我们却不知道 因此神不得不使我们经过痛苦的经历 为要让我们承认这个事实 我们的软弱需要被证实 直到我们无可争辩 神将律法赐给我们 用意就是在此 因此我们能恭敬地说 神将律法赐给我们 绝不是要我们去遵守 他将律法赐给我们 乃是要我们去触犯 他清楚地知道 我们不能守律法 我们是这么坏 因此他在我们身上 没有任何需求 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借着律法蒙神的悦纳 新约里面也没有一个地方告诉信徒说 你们要守律法 相反的 新约却说 律法的用意乃是使过犯显出 律法本是外天的 叫过犯显多 神将律法赐给我们 乃为使我们成为违背律法的人 毫无疑问的 我是一个在亚当里的罪人 只是非因律法 我就不知何为罪 没有律法 罪是死的 但是诫命来到 罪又活了 我就死了 所以律法乃是为着 曝露我们的真实性质 可叹我们竟如此自负 以为自己是这么刚强 以致神不得不给我们一点考验 来证明我们是多软弱 最终我们看见了 就承认说 我是个到底的罪人 我不能凭自己做任何事 来讨神的喜悦 所以律法的赐下 并不是希望我们遵守 神清清楚楚地知道 律法一赐给我们 我们就要触犯 当律法被违背得 一无一漏的时候 我们才相信 我们是绝对的软弱 至此 律法的目的就达到了 因此 律法是我们迅蒙的师父 引我们到基督那里 让他自己在我们里面 替我们履行律法 在罗马六章里面 我们看见神怎样使我们脱离罪 在罗马七章里面 我们看见他怎样使我们脱离律法 六章用一幅主人与奴仆的图画 告诉我们脱离罪的方法 七章用一幅两个丈夫与一个妻子的图画 给我们看见脱离律法的方法 所以罪与罪人的关系 就是主人与奴仆的关系 而律法与罪人的关系 乃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 我们要注意 保罗在罗马七章一至四节 用来说明我们怎样脱离律法的图画里面 只有一个女人 却有两个丈夫 那女人在一种非常为难的处境中 因为她只能做其中一个人的妻子 但是不幸 她却嫁给了一个不大合意的人 让我们不要弄错了 她所嫁的那人是个好人 但是难处却在丈夫与妻子完全不适合 她是一个极端严格的人 认真的分毫不差 她正好在另一端 事事很随便 她在凡事上都非常确实 她却一切都是马马虎虎的 她要每件事情都做得恰到好处 她却随便怎样都好 这样的一个家庭怎么能够快乐呢 那个丈夫是这么认真 她常常对她的妻子有所要求 可是没有人能说她的不是 因为她是她的丈夫 当然有权希望她做一些事 况且她的一切要求完全是合法的 所以那个男人并没有错 她的要求也没有错 难处就在她的妻子不能做她所要求的事 两个人完全不能相处 他们的性情完全不同 因此那个可怜的女人非常难过 她很清楚她常常做错 但是与这样的一个丈夫住在一起 就好像她所说的与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错的 她还有什么希望呢 如果她所嫁的是另外那一个男人 一切就都好了 那个男人并非没有她的丈夫那么认真 但是她也给她许多帮助 她非常乐意嫁给她 只是她的丈夫还活着 她能做什么呢 丈夫还活着 她被律法约束 除非丈夫死了 她无法合法地嫁给别的男人 这个图画不是我画的 那是保罗画的 第一个丈夫是律法 第二个丈夫是基督 而你就是那一个女人 律法要求你做许多事情 但是她毫不帮助你成全她所要求的 主耶稣所要求的也很多 甚至比律法所要求的更多 但是凡她所要求于我们的 她自己都在我们里面来成全 律法向我们有种种要求 使我们全无办法履行 基督也向我们有种种要求 可是她自己就在我们里面 履行她所要求于我们的 所以那个女人想脱离第一个丈夫 嫁给那另一个男人 一点也不稀奇 她能得到释放的唯一希望 就在她第一个丈夫死了 然而她却顽固地抓住生命不放 所以她对于她的死 实在没有丝毫地盼望 因为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 都要成全 律法一直要继续到永远 如果律法永远不过去 我怎能与基督相连呢 如果我第一个丈夫不肯死 我怎能嫁给第二个丈夫呢 只有一个办法 如果她不愿意死 那么我可以死 如果我死了 婚姻的关系便解除了 这就是神救我们脱离律法的方法 罗马书七章的这一段里面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从三节转到四节 一节到三节告诉我们 丈夫应该死 但是在四节里 我们看见事实上是女人死 律法没有死掉 我却死掉了 我借着死脱离了律法 让我们清楚记得 律法永远不会过去 神公义的要求要存到永远 只要我活着 我就必须应付那些要求 但是如果我死了 律法就不能再向我要求什么了 她不能越过坟墓来跟着我 我们脱离律法 与脱离罪的原则证实这样 我死了 我的老主人 罪却继续活着 但是她奴役的权利 最多只能到坟墓 不能再远一点 当我还活着的时候 她可以要求我做一百零一件事 我一旦死了 她就不能再找我了 从此我永远脱离了 她的暴虐 我们对于律法也是一样 那个女人还活着的时候 她受着丈夫的约束 一旦她死了 婚姻的约束就解除了 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律法虽然还有她的要求 但是她不能再对我实施她的权利 那么现在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怎么死呢 我们的主 他工作的宝贵就在这里 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 在律法上也是死了 当基督死的时候 他的身体被裂开 因为神把我放在他里面 所以我也被裂开了 当他被定死的时候 我也与他同定了 有一个旧约立证 可以帮助我们清除这一点 将圣所与至圣所隔开的帽子 上面绣着基督伯 照以西节书一章十节和十章十四节 给我们看见 基督伯的脸其中有一个人的脸 代表人是整个天然受造之物的头 在旧约时代 神住在帽子内 人住在帽子外 人可以看见帽子 却看不到里面 那个帽子象征我们主的肉身 所以在福音书里面 人只能看见我们的主外面的形状 除了神的启示以外 他们看不见住在主里面的神 但是主耶稣死了 神把圣殿里面的帽子 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让人可以看到至圣所 因此自从主耶稣死后 神不再将自己隐藏在帽内 却设法把自己启示出来 现在我们要问 当帽子裂开的时候 基禄伯怎么样呢? 不错 神只撕裂帽子 但是基禄伯在帽子上 与帽子成为一体 因为基禄伯是锈在帽子的上面 所以不可能帽子被撕裂了 而基禄伯却仍然保持完整 当帽子裂开的时候 基禄伯也一同裂开了 在神的眼中 主耶稣死了 所有受造的活物也都死了 我的弟兄们 这样说来 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 在律法上也是死了 那个女人的丈夫 也许很健康 很强壮 但是如果她死了 她虽然可以照着她所喜欢的 对她做许多要求 然而那对于她却毫无影响 死已经使她脱离了她丈夫的一切要求 当主耶稣死的时候 我们是在她的里面 她那包罗万有的死 使我们永远脱离了律法 但是我们的主并不留在坟墓里 第三天她又复活了 因为我们仍然在她里面 所以我们也复活了 主耶稣的身体 不只说出她的死 也说出她的复活 因为她的复活 是一个身体的复活 因此借着基督的身体 我们不只向律法死 并且向神活 神把我们连于基督 她的目的不仅有消极的一面 还有荣耀的积极一面 叫你们归于别人 死已经解除了旧的婚姻关系 所以那个女人 原来由于以前的丈夫 不断地对她要求 却连一个指头也不帮助她 以至陷于绝望之境 现在她自由了 可以嫁给那一个男人 她虽然对她也有要求 但她自己就在她里面 成为履行她一切要求的能力 这一个新的连结的结果是什么呢 叫我们结果子给神 那一个愚笨犯罪的女人 借着基督的身体已经死了 因着连于她的死 所以她也连于她的复活 在复活生命的能力中 她得以结果子给神 主升天的能力 在她里面加给她力量 使她能答应神 在她身上所有圣洁的要求 神的律法并没有废去 反而完全成全了 因为现在是复活的主 在她里面活出她的生命 而她的生命永远是蒙父所喜悦的 一个女人结婚了就怎么样呢 她不再用她自己的信 乃是用她丈夫的信了 她不仅分享她的信 并且还分享她的财产 我们归于基督也是这样 我们一旦属于她 凡属她的一切 也都成为我们的 因着我们可以支取她 无限的丰富 我们自然就足能应付她 所有的要求了 人的尽头是神的启头 我们已经解决了 这个问题道理的一面 现在我们必须来看 实际的一面 首先我们要稍微 说一点消极的方面 积极的方面 留到下一章再说 在每天的生活中 脱离律法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 死后我不再替神做什么 我不再设法讨神的喜欢 你恐怕会惊奇地叫起来 这是什么教训 多可怕的异端 脱离律法 绝不可能是这个意思 但是请记得 如果我试着 要在肉体里讨神的喜欢 我立刻就把自己放在律法之下 我违背了律法 律法也宣告了我的死刑 这死刑已经执行 现在这个属肉体的我 就由于死 已经脱离了律法的一切要求 神的律法仍然存在 事实上 现在有了新的律法 而且比旧约的律法更认真 但是赞美神 他的要求已经被满足 因为现在是基督履行这些要求 基督在我里面 做神所喜悦的事 他说 我来乃是要成全律法 因此在复活的根基上 保罗能够说 就当恐惧战精 活出你们的救恩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那是神在你们里面运行 所以脱离律法并不是说 我们可以不必遵行神的旨意 自然也不是说 我们可以无法无天了 断乎不是 相反的 脱离律法乃是说 我们不再凭着自己 来遵行神的旨意 因为我们深知 我们不能遵行神的旨意 我们就不再倚靠旧人 来讨神的喜欢 由于我们对于自己 已经完全绝望 甚至连试着要讨神的喜欢 也不是了 我们就信靠主 在我们里面 彰显他复活的生命 让我用我在家乡所看见的 来说明这件事 在中国 有些脚夫可以挑 120公斤重的盐 有些甚至挑250公斤 现在有一个人 他只能挑120公斤 而这里有一袋盐 重250公斤 他很清楚 他挑不动 如果他聪明的话 他会说 我不碰他 但是在人性里面 有一种尝试的诱惑 所以他虽然挑不动 还是要去试一试 我小的时候 常常喜欢看10个 或20个这样的人 虽然他们每个人都知道 他们挑不动 却要去试一试 但是末了 他们都只得放弃 让能挑的人去挑 我们越快放弃尝试越好 因为如果我们独占了 那个工作 圣灵就没有机会了 如果我们说 我不做了 我信靠你替我做 我们就会发现 有一个比我们更强的能力 把我们带了过来 1923年 我遇见一位著名的加拿大步道家 那一天 我用上面所说的那些话 讲了一篇道 当我们走回他家时 他说 今日很少听见人说罗马七章 现在再听一听 实在是好 当我看见我已经脱离律法 那一天真是在地如同在天 我得救了多年之后 仍然尽自己的力量要讨神的喜欢 但是 我越是这样尽力 就越失败 我认为 神是宇宙中最大的要求者 但是 我却发觉 对于他最小的要求 我也不能履行 有一天 当我读到罗马七章 亮光忽然临到我 看见 主不只已经救我脱离罪 同样 也已经救我脱离律法 我惊奇地跳起来说 主啊 你真的不再对我做任何要求了吗 那么 我就不需要再为你做什么了 神的要求并没有改变 但是 我们不再是应付他们的人 赞美神 他在宝座上是立法者 他在我心里是守法者 他立了法 他自己来遵守 他发出要求 他也来满足要求 当我的朋友看见 他无需再做什么 他就跳起来大声喊叫 所有看见这事的人 也都会同样的喊叫 只要我们还设法自己做 他便不能做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试着要自己做 所以我们失败了又失败 神要指示我们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所以在我们完全承认这一点之前 我们的失望与灰心 绝不会停止 有一个弟兄 曾试着要挣扎以致得胜 他对我说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软弱 我说 你的难处在你软弱到 不能遵行神的旨意 但是 你还没有软弱到 把一切事物通通关在门外 所以你还不够软弱 当你衰微到绝对的软弱 深信你什么也不能做 那时神就要做一切 我们都必须被带到一个地步 对主说 主啊 我无力替你做任何事 但是我信靠你在我里面做每一件事 有一次 我在中国与二十几个弟兄住在一起 在我们所住的地方 没有足够的洗澡设备 所以我们每天到河里去洗澡 有一次 一位弟兄的腿抽筋 我忽然看见他很快就要沉下去 所以我向一个擅长游泳的弟兄打手势 要他赶快去救他 但是使我非常惊讶的是 那位弟兄竟然一动也不动 我急得不得了 大声喊叫说 你没有看见他快要淹死了吗 其他的弟兄也都像我一样的激动 向他大声呼叫 但是那位善勇的弟兄还是不动 他非常镇定 也很注意 仍然站在他原来的地方 显然是在拖延这不受欢迎的任务 同时 那个可怜行将淹死的弟兄 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 他的力量越来越衰竭 我在心里说 这个人真可恨 他眼见一个弟兄就要淹死 竟不去救 然而正当那个人真的沉下去的时候 那个善勇的弟兄很快地几下就游到他的身边 他们两个都平安地上了岸 当我有机会对他表示一点我的意见的时候 我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基督徒像你这样爱惜自己的生命 试想一想 如果你少顾自己一点 多顾他一点 你岂不就救他免受这许多苦 但是那位擅长游泳的弟兄 对于这件事比我知道的更清楚 他说 如果我早一步去 他会死命地抓着我不放 那么我们两个就都沉下去了 一个将要淹死的人 在他筋疲力竭到再没有丝毫的力量自救之前 是不能去救的 现在你明白了吗 当我们把事情放弃的时候 神才拿起 他一直要等到我们的力量到了尽头 自己再不能做什么的时候 他才来做 神已经定罪属于救灶的一切 将他交给十字架 所以肉体是无益的 如果我们要试着在肉体里做什么 我们实在就是弃绝基督的十字架 神已经宣告 我们只配死 如果我们真相信神的宣告 我们就该用行动来证实神的判决 那就是放弃所有 为要得神喜欢属肉体的努力 我们努力遵行神的旨意 就是否认他在十字架上 对于我们完全不足取的宣告 我们的继续努力 就是由于一方面误解了神的要求 另一方面又误解了供应的源头 我们看见律法 我们就想到我们必须满足他的要求 但是要记得 虽然律法的本身是对的 然而他如果应用在错的人身上 一切就都错了 罗马书七章里面 那个困苦的人 想凭着自己来满足神律法的要求 他的难处就在这一点上 这一张再三所用的我字 给我们看见了失败的线索 我所愿意的善 我反不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 我倒去做 在这个人心里 有一个基本的错误观念 他以为神要求他守律法 所以他就设法去守 实在神并没有要求他这样去守 结果怎么样呢 他发现 他非但不能做讨神喜欢的事 并且还做许多神所不喜欢的事 他虽然尽力要照着神的旨意去做 然而他所做的 正是他所知道与神旨意相反的事 罗马书六章对付最深 罗马书七章对付这取死的身体 在六章里面 摆在我们面前的整个问题是罪 在七章里面摆在我们面前的整个问题是死 那么罪身与取死的身体有什么不同呢 关于罪就是不讨神喜欢的事 我有一个罪身 就是一个积极犯罪的身体 但是关于神的律法 律法是表达神旨意的 我有一个取死的身体 我在罪这方面的活动使我的身体成为罪身 我在神旨意上的失败 使我的身体成为取死的身体 关于一切邪恶的事 我的性情既是属世界和属撒旦的 我就完全是积极的 但是关于一切属于圣洁和属天的事 我却完全是消极的 你有没有在你的生命里发现这个真理呢 如果你仅仅在罗马书六章和七章里面 发现这个真理 那对于你并没有什么益处 你有没有发现 对于神的旨意 你被一个没有生命的身体拖累着呢 当你说到属世事物的时候 一点难处都没有 但是当你要为主说一点话 你就一句也说不出来 当你要祷告的时候 你就感觉瞌睡 当你要为神做一点事 你就感觉到身体不大好 除了与神的旨意有关的事情以外 你什么都能做 在这一个身体里面 有一些东西与神的旨意不能和谐 死是什么意思呢 格林多前书里面有一句很适当的话 我们可以用来说明它 那句话说 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 与患病的 死的也不少 死是软弱达到了极点 软弱 疾病 死 所以死就是极端的软弱 那就是你软弱到一个地步 不能再软弱了 我们对于神的旨意 有一个取死的身体 意思就是我们在侍奉神的事上 是这么软弱 极端的软弱 软弱到完全无可救药的地步 保罗喊着说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如果有人能像保罗那么喊 那是何等的好 这在神听来是罪悦耳的声音 这是人所能喊出罪属灵 也是罪和圣经的声音 乃是当他知道了 他什么也不能做 连再励志的决心也放弃了 他才这样喊叫 在他达到这个地步之前 他每一次失败都立一个新的志愿 并且加倍运用他意志的力量 最终他发现他的励志毫无用处 他便在绝望中喊叫说 我真是苦啊 他像一个人忽然从睡中醒来 发觉他自己是在一座燃烧着的房子里 他就喊叫求救 因为他已经陷入绝望的境地 你对你自己已经绝望了吗 或者你还希望借着多读圣经 多有祷告而成为一个好一点的基督徒呢 读圣经与祷告没有错 神也不许我们忽略读经和祷告 但是我们如果以靠读经和祷告 以为他们能使我们得胜 我们就错了 我们的帮助乃是在他里面 他才是我们读经和祷告的目的 我们只能信靠基督 所信那个困苦的人 不仅诉说他的苦况 他还发了一句很好的问话 谁能救我 谁 他先前寻找一些事物 现在他的希望乃是一位能救他的 他先前在他的里面 寻找他问题的解决 现在他在他自己以外 寻找一位救主 他不再用自己的力量 现在他所有的希望 都在那一位身上 我们的罪是怎样得了赦免的呢 是借着读圣经 祷告 施舍等等吗 不 我们乃是仰望十字架 相信主耶稣所做成的 我们从罪里得释放 也正是根据这个原则 我们要讨神的喜欢 自然也不在这个原则之外 我们仰望在十字架上的主 我们的罪就得着赦免 我们仰望在我们里面的主 我们就从罪里得着释放 并且得以遵行他的旨意 我们倚靠他所已经做成的 就得着头一件 我们倚靠他现在在我们里面做的 就得着第二件 关于这两件事 我们唯有倚靠他 因为他为我们做成一切 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 杀人的凶手是用一种很特别 并且很可怕的方法来刑罚的 他的方法是将被杀害之人的尸体 绑在凶手的身体上 头对头 手对手 脚对脚 这样将死人绑在活人身上 一直到活人死了为止 凶手可以随意到哪里去 但是他无论到哪里去 他都得带着被杀之人的尸体 还有什么刑罚比这种更可怕的呢 保罗就是用这种刑罚来做立正 他好像被绑在死尸上 无法得着自由 他无论到哪里去 都受到这种可怕重担的阻碍 到了末了 他再也受不住了 便呼喊说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 然后他忽然醒悟过来 他绝望的呼喊 变成赞美的诗歌 他已经找到了问话的答案 感谢神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能脱离了 我们知道我们得以称义 是借着主耶稣 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做什么 但是我们以为 成圣就必须倚靠自己的努力 我们知道 我们必须完全倚靠主 才能得到赦免 但是我们却相信 我们若自己努力 就可以脱离罪 我们怕 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 就一无所成 我们得救之后 我们那个要做的旧习惯 又主张我们该自己做 于是 我们就再开始 我们自己旧日的努力 然后神的话 新鲜地对我们说 成了 他已经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得着赦免 做了一切 他也会在我们里面 为着我们的脱离罪 做每一件事 在这两件事上 他都是那位工作者 是神在你们里面运行 这一个脱离了罪的人 他的第一句话非常宝贵 他说 感谢神 如果有一个人给你一杯水 你就谢谢给你水的人 你不是谢别人 为什么保罗说感谢神呢? 因为神做成了每一件事 如果是保罗自己做的 他会说感谢保罗 但是保罗看见 他自己是一个困苦的人 唯有神能满足他的需要 所以他说感谢神 神要做一切的功 因为他必须得着一切的荣耀 如果我们也做了一些功 我们就要分得一些荣耀 然而神要所有的荣耀都归于他 所以自始至终 他做一切的工作 如果我们停在这一点上 那么我们在这一章里面所说的 好像都是消极的 都是不实际的 好像基督徒的生活 是坐着不动 等候事情发生 当然事实完全不是如此 所有真正活在这些话里面的人 都知道那是对于基督 最积极最活泼的信 他们是在一个完全新的 生命的原则里活着 这一个原则就是生命之灵的律 在后面几章中 我们要来看 这一个新生命的原则 在我们里面的果效 在我们里面的原则就是生命之灵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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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 被刃生出lation 对于补燎的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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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 长官 蓳âm Ore